那有後悔愛過這一招嗎? 就很多事情你後悔已經來不及 但是你就是要勇敢承擔 畢竟就是很多事情它就是發生了 你也沒有辦法去掩蓋一些事實 那你就倒不如勇敢地面對它 這當初為什麼會寫文上面 阿翔 那天我的葉問真的蠻好看的 我覺得 因為不是一定要面對那個 放過了自己的 當然基本上我覺得 因為其實問題我回答過 就是 友情是有一定的厚度在的 你還會關注一下 就是對方的新聞或消息嗎? 不會 就是關注就看 有留著他的電話或LINE嗎? 我的手機剛好換手機 所以所有資料都掉了 全部都掉了 你故意怎麼辦? 我換了新手機 所以 你故意沒有備份 我備份了八個小時 然後八個小時之後呢 我人還在中華電信 就對方告訴我說 備份失敗 這樣也好 那未來如果在工作上遇到的話 會不會尷尬嗎?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會 就是大方的面對 阿翔知道 佛航有上那個 小禎的節目當固定班底 那你會排斥上那個節目嗎? 他應該也不會把我怕 如果有工作機會 我會很樂意接受 對 所以都不會避開同台 就同框嗎? 基本上我們應該沒有這個機會啦 對 那會怕他彈起這一段的問題嗎? 就是Grace的問題 我自己不會耶 因為就是 你還是要 你至少就是要面對 會懷念以前在出外景的時候 大家同甘共苦的一些精神啊 跟相親朋友的相處機會 就這些是我最想念的 過年會不會怕被問到這種地雷問題? 其實不會耶 我覺得問那我就答 就是可能心裡要 勇敢地面對自己吧 還有在難過什麼事情? 其實相對來講 工作上當然會有一定的失落感 那我覺得不安跟失落感是一定會有的 就是人之常情 那最大的問題也就是這樣 可是 我覺得自己現在的目標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 情感上面有阻礙嗎? 不 我不會 因為我目前沒有什麼情感問題 所以就是 把重心都放在工作上 會不會期待有新戀情? 很期待 再聽說會不會就沒人追了 有點黑暗 不會耶 不會我覺得現在 不要想那麼多 你想那麼多 你很多事情就是會阻礙你自己往前走 現在有追求者嗎? 沒有 為什麼要問這種傷心事? 沒有啦 對啊 目前身邊有沒有你覺得還不錯的對象 可以進一步的? 我 忙著工作都來不及了 還去注意周圍 今年有沒有什麼新希望? 新年新期望 見入佳境 就可以了 各方面都有 對我覺得就是 腳步踏穩 一步一步往前走 beginner 進一個 進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